5月31号,米尼金召开了紧急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米尼金表示 希望能找到妥协点,并向海卜表达了和解的意愿 而想要和解的原因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米尼金目前的前景并不明朗 在5月31号上午举行的额多尔历史股东大会中 米尼金的亲信,额多尔社内理事副代表沈某和理事金某的罢免已确定 新任理事三位都是来自海卜的高层 面对这三位与米尼金立场相反的海卜内部理事 米尼金将必须面对一个尴尬共处局面 目前米尼金也充分意识到,只要还不想,便可以罢免他 在这种情况下,米尼金决定透过展现自己的经营时机和女金斯的未来 来坚守自己的位置 然而,如果还不继续采取强硬态度 那么米尼金在公司的地位将变得非常不稳 到目前为止,海卜方面尚未明确表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米尼金提出的背心罪名的控告 海卜尚未撤回 这也表明,他们尚未考虑接受和解提议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为了保护和支持最近回归的女金斯 海卜会与米尼金进行谈判的情况 一位音乐家的相关人士表示 对海卜来说,虽然接受米尼金有点困难 但考虑到女金斯积极表达对米尼金的支持 以及为了安抚目前东荡的厂牌氛围 他们可能会暂时隔职强硬措施 所以看完这则报道 如果大家是海卜高层的话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绑谈算的成员金,6月10号退伍后 将于次日参加在首尔禅市综合运动场举行的 2024 PESTA活动 内容包括与一级名粉丝的拥抱会 以及其余粉丝们的各项互动等环节 但所属公司BITIT要求以购买额外专辑作为条件 开办这场活动,引发了网友们的批评 对此BIT娱乐发布了道歉声明 承认公告内容不明确 对于音乐标准设置不够细心 并表示将努力更好的准备活动 想到歌手带着喜悦的先情 准备与久违的粉丝见面 而粉丝们也急切地期待这次的相聚 这样的场景原本令人期待 我不是在贬低这个活动 但对这家公司的处理方式感到失望 退伍后的第一次成员活动 应该是一次让粉丝 沉浸在庆祝氛围中的美好时刻 然而公司的行为却引起了争议 未能圆满地执行这个应该喜庆的活动 真的很喜欢旁摊 但因为这该死的公司 额度尔与旗下女团女金斯 将大学庆典的全部收益 捐赠给韩国奖学财团了 6月3号 额度尔表示 女金斯在一周内参加了七场大学庆典 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无数的爱 我们希望把收到的爱 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大学生 对于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感到非常感激 额度尔与女金斯所捐赠的所有款项 将被用来支援低收入大学生的生活费 住宿费等相关费用 太棒了 哇大学庆典 韩国奖学财团真的做得很好 捐款出选的太好 太有意义了 我也曾经受到韩国奖学财团的帮助 总想着有一天攒够钱一定要捐款回馈 看到女金斯的这个举动 身为粉丝太感动了 ESPA成员宁宁为参加KV5演唱会 6月2号SN娱乐官方声明 宁宁在彩排中出现脱水及疲劳症状 随机前往医院 并得到医疗团队建议 需要充分的安定和休息 因此宁宁不得已缺席此次KV5演唱会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给各位粉丝带来的困扰 我们深感抱歉 连彩排都参加了 哎 宁宁啊 忙于Shoponob和Amageddon打歌的同时 还参加大学庆典真的不容易 宁宁啊 好好休息吧 希望能早日听到宁宁的笑声 6月1号2号 女团BBG在首尔召开了 2024全球巡演的第一站 而当天因为姚家庆鼓成员 索温 年龄 宇宙也来到现场 并且跳了一小段美女儿 而感动了粉丝们 感动 我为什么在哭呢 我们一起坐等小女友完全体吧 就好 朋友们 正好 4月9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